來,我做一個小小的變形 什麼叫變形 這個加總,這個公式我們是對的 沒有問題對不對,加總出來 但是我要做一點改變 這裡如果我今天不要打早餐 我不要寫死了寫早餐 但是我這邊不是有寫早餐嗎 有沒有,我這邊已經有早餐的字了 我希望讀這一格的字 直接等於這一格的字 因為這一格字就叫早餐 因為你要想,等一下我還有午餐 然後我這個公式要從下又是午餐 我等一下可以教各位怎麼套用 但是等一下再慢慢來 但是現在就是說,如果我希望 我先打在底下這一格好了 我希望這個不要自己用手打早餐 而是我希望直接 這邊是參考A4這一格 我要怎麼改進 來,我先直接把這個公式 反白,複製下來 Ctrl-C Ctrl-C完最好按ESC一下 各位的鍵盤的最左上角 讓它現在沒有進入編輯的狀況 然後我到下一格 我再把這個上面這裡點一下 按Ctrl-V 那這個公式是不是原先跟這個公式是一樣的 對不對 但是你看我這邊改一下 我這邊不要寫早餐了 把早餐刪掉 等於 等於什麼 不是 不是 A4沒錯,但是不是馬上寫A4 你這裡要有一個串接的符號 串接是用什麼 各位 鍵盤上面不是有1234567的7 有沒有看到 7上面有沒有一個 那個叫M的符號 你要按它的話 要按Shift再按7 可以嗎 好,你看我這個公式怎麼擋 我把早餐兩個字刪掉了 然後在那個雙引號後面 先放一個M的符號 再打A4這一個 所以你看哦 我打完之後 按天格 一樣是163 我可以這樣的寫法 你看哦 等於早餐 也可以是 這樣寫法 等於A4 兩種都可以 出來的結果是一樣的 OK 那我們就把這一格改掉好了 這個不要 我們就把這一格改掉 我裡面不要打早餐了 我直接打 把早餐刪掉 移到雙引號後面 加一個M的符號 就是那個Shift7 中間有空格沒關係 有空格無所謂 你看哦 如果這邊 M的符號跟雙引號中間有空格 沒關係 這個M的符號跟後面有空格 沒關係 然後 因為我剛才早餐是在A4這一格 所以我後面去 and and 就是串接的意思 串接A4這一格 串接起來也相當於 等於早餐的意思 做完按 inter 一樣是163 這個是一個變化 我不要 我不要直接打死 我不要直接打死 那個字 早餐 我直接用 and A4 可以嗎 跟剛才有什麼差別 主要差別就在這裡 原本是雙引號 等於早餐 雙引號 兩個雙引號中間是等於早餐 現在我打的是 雙引號等於 然後後面加一個 and 符號 再加一個 A4 因為裡面放的是早餐 我直接打 and A4 但是A4 周圍不要用雙引號 這樣子 一樣 輸入完 按enter 你看這一格 我把這一格改一下 各位嘗試改一下 好嗎 這樣子 有好處 有好處 OK 所以 這個做 等一下我再給各位看 它到底有什麼好處 等一下 我們有一些公司做完了之後 我們再跟各位講它的好處在哪裡 來 各位試一下